外面不是脆 是軟的 不會咬下去 因為出品的價錢真的不貴 另外燒鵝皮是最值得欣賞的地方 吃起來有點像吃豬油渣的感覺 在這裏是可以坐到東莞火車站 另外一個方向是可以去到府門火車站 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大家知不知道我現在在哪裏呢 我現在在東莞的石籠 我今天是因應觀眾的要求過來這邊拍攝的 我找這個地址的時候其實都蠻吃力的 因為原來東莞有兩條的中山東路 這裏是其中一條 幸好觀眾說得夠詳細 剛才我開車過來真是痛苦 在裏面這些小巷裏面都 幸好我這輛車是夠小的 言歸正傳 找回觀眾曾經住過的地方 我發現這裏原來都是很多騎樓的 而且這裏應該是準備保育起來 來做一些旅遊景點的 例如好像對面這些 即使不是文國鋒的建築物 這些很明顯是生氣的 都是有騎樓的 但是由於道路合窄 又或者它在改造中 舊城區 所以停車是頗困難的 大家看看 這裏已經看到門牌寫著 石龍中山東路171號 觀眾要求找的是25號 我們繼續往前走 應該走到路的盡頭 就差不多找得到 始終可能是因為舊區 那些路很難走 而且先頭我開車過來的時候 都頗有趣的 我當然在廣州過來 我走廣遠快速路 然後一路走一路走 差不多它指路這樣轉 轉轉轉 最後又說我回到廣州增城區 然後又再繞繞繞 又去到惠州的薄羅 換言言之 這裏其實是三個地方的交界 就是東莞、廣州和惠州 如果在廣州過來的話 開車 我收車那麼差 大概是用時90分鐘都不用 連同塞車各種 這樣便能夠到 大家看看這裏這些屋 是不是很舊 對面就是執法部門 哇 不得不提這個更厲害 你看那個瓦背頂 真是想不到東莞也有這樣的地方 其實話說我現在其實未吃早餐 但看來早餐應該都沒有了 兩邊的路都是很舊的店 早餐應該不會吃早餐 早餐應該不會吃的了 早餐應該不會吃到 我已經看到是45號了 应该再往前走一点就能够到 来到这里,那些骑楼就逐渐变少了 上边看到那个应该是快速路 应该不是高速路来的 高速路没那么窄的 前边还看到月色点心 不过看法都已经没做了 还有这里的古旧建筑物 都有好像广州那样 写一些牌上去说它的建筑风格各种 说明原来清末文初的时候 石龙这里已经是商业繁华的所在地 至于这里已经是29号 我想25号应该在前边 27号 原来就是这里变了25号 那我看看应该是 我估计应该是这一栋 是 我过来马路对面 更可以清晰看到观众已然曾经住过的地方 楼底极高 一层两层两层楼高 上面还有一个天台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 是已经没有人住了 它的门还是这一种木制的 有锁的 旁边是波及士多 看法都没有开门 二楼肯定没有人了 大家看到那些窗已经是烂了 冷气机各种 反而右边这个 上边起码我仍然看到冷气机 至于在这里过去 应该就已经是回到主缸道 好像我先头开车也经过的 先头我开车 因为它是不能够逆行的 我现在站在这条路 所以我是一边斗 一边斗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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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了很大的圈 才能在前边停车的 我们再换个角度看看 这里23号 旁边就是25号 门口有人停车了 可能23号这里有人进去了 25号这里就没有了 只能看到这个境界 是的 很古旧 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真是老老老城区那种感觉 清末文初 但是如果在我后面那条路走出去的话 其实都挺繁华的 因为现在刚刚好是9点半 先头我开车经过的时候 刚刚踏正9点 很多人踩着电动自行车上班 各种的 我不知道观众会否满意我 给到它的答案 早餐我不吃了 都是那句 我会回去拿车 过去另外在石龙附近 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公园 就是袁崇焕纪纪念公园 不知道有没有来自海外观众 对袁崇焕这位历史人物历史 将领有好心的认识呢 我们都知道 不过我有件事想求证一下 去到先说 去到看到我就说 看不到 大家应该都知道 是一句广东话的俗语 去到先 好 话说我已经来到紀念公园门口了 但是我忘了一件事情 今天是星期一来的 在这个APP上预约呢 是不能够今天是不开放的 所以大家以后如果回到东莞 想进来公园参观一下 是无人欢迎的 不过大家记住了 是星期一闭馆 幸好其实我顺便经过前边充电 所以公园就今天不参观 在门口看一看 我想证实的事情 只能留待下次了 下一站我就回到管城那边 有几件事情我想做的 据说那边也有很多小吃是不错的 第二 我想看看东莞的地铁是怎样的 那么出发 经过差不多30分钟的车程 我终于回到管城了 当然其实两个地方很近 至于我后边就是新光明市场 由于今天我是一个人来的 市场我就不走 反而我想回到旧光明市场的方向 在前边继续走大概11分钟 就会到的了 据说管城这边最多小吃的地方 就在那个方向的旧光明市场旁边 我们沿着河边一直走 我说东莞人开车狼就是这样的 大家看到 我刚才开车过来 那些车每个都很晚 好像很趕时间 至于我就不理这些 继续往前走 这里还有条河 刚刚下雨 所以河水很猛 其实现在广东省很多城市 都大力发展旅游 而东莞都当然不甘示弱 管城最有欣赏价值 最值得去的地方 其中一个就是可原 在这里走路过去 又或者这样说 在我们吃东西走路过去 大概需要15分钟就到 不过当然今天我就不过去 因为时间紧逼 我吃完小吃之后 可能还要去看看地铁站 对面还有一个很古旧的建筑物 那里就叫迎恩户 还有这个厉害 叫做东莞华侨大酒店 不过应该荒废了很久 反而最新的就是对面 那些一栋一栋 恒大华府的楼盘 恒大华府 它这个楼盘 就不是一手的 是二手的 二手如果真的要买 是有保证点的 我先头都上网 手机APP 看过它的楼价 16500元 1平方米 就是这样 好了 废话少说了 我们去到那里 再跟大家慢慢说 就是这里了 泥伊鸡蛋仔 始创于1982 原来它除了鸡蛋仔 还有很多食物 我没有理由 将所有的围容量 放在一间 我会叫鸡蛋仔 走 你看那幅图 还炭火烤 挺厉害的 还有菠萝饭 牛杂都有 原来是这种铺 我以为它是很小的小食店 原来不是的 所以我决定在这里吃 另外不得不提的 它们已经变成这种数码点餐 至于我 就叫了几样食物 第一个就是鸡蛋仔 原价是8元 不知为何打了折 还有葡萄 原价5元 真的不贵 还有足借马蹄水 原价9元 最终便宜了4毫4尺 原价25元 店铺是11点开门 现在还有几分钟是11点 已经开门营压了 下气玻璃坐得都挺舒服的 还有外边骑车都挺方便 就等待我的食物 不得不提的 就是这道音乐实在太厉害了 我也是少说话 第一个送上来 就是鸡蛋仔 它们号称是厌造的 确实我都见到 它们有一个工厂 也不叫工厂 有一个当楼在那里做鸡蛋仔 试试味道 新鲜就不需要有任何怀疑 但它和我们平时吃到那些 会不会是港式鸡蛋仔有少少不同 它外边不是脆的 是软的 不会咬下去 脆脆的 我都在社交媒体看过的 很多东莞广城本地人 就像我近年的人 都说这些是童年回忆 它是热的 跟平时我们吃到的鸡蛋仔 是更热的 因为平时我们吃到的鸡蛋仔 它是会有 拿八封线出去吹干它 至于这个 外表是软软糯糯的 蛋香味肯定是足够的 而且大家记住 8元 是 成大皮刀 而且坐得很舒服 如果我们在家店吃那些 好酒仔 那些 类似酒鬼档那种 起码都是十几元 我以为我养佛食 到了试试葡萄 它也是热的 若是葡萄不热 即是叫它退浅 看看什么味道 很松脆 不像我平时吃到的葡萄 那么硬的 外边的皮是很松脆 更像我们广州那种蛋撻 但是这个蛋浆 一样都是那么甜 焦香味也不算很浓 即是没有那种 糖 焦糖味 不算很浓 但是好吃 牛肇猫丹 吃完了 我再来尝试这个 竹蔗马蹄水 不知道是否因为近可园的原因 在这里过来的游客 都好像很多 里面还有一枝竹蔗 真材实料 比去绿色咖啡店 真材实料 真材实料 很厉害 竹蔗马蹄味 即使是甜 也是竹蔗的甜味 有一种清甜的味 我是人家做了这么多年 比我更老 肯定是很真材实料 我吃完之后 再去吃 来到东莞必吃的一样东西 就是烧鱼奶粉 在附近都是一档 据说要排队 因为我过去可能11点多 不知道有没有位置 再说 好了 我吃完鸡蛋饰 饱 当然是不饱 原来他们真的是用炭火 来做的 所以 会不会这样控制不了火口 不过其实我觉得没问题 我其实不太喜欢吃 脆变的那些 接下来 我当然要继续找好食物 我会去吃烧鵝奶粉 据说是东莞这里 数一数二的烧鵝奶粉 不过话虽说回来 我都吃过不少 东莞烧鵝奶粉 好吃就固自然好吃 但是你说说到 数一数二 其实美食这件事 尤其是当地的美食 你很难说数一数二 谁是最好的 这样一个说法 你说回广州白切鸡 谁最好 最好在以前那些 我现在就过去 在这里播行过去十多分钟 出发 又是这些老街老巷 他们在做一个升级工程 叫做东莞记忆老街老道工程 应该我要找食物的地方 就是在这些小巷里面 外边那条路完全封闭了 里面还有一些店铺 是经营中的 就是那种酒店 那些肉器 前边有珠宝 肉石 甚至乎还有一栋车都有 上面ד面 好像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 越来越不是越县 越来越多 越来越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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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去越县 越来越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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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北叔立 这广州柳黄 N-G演奏 不照相馆 应该是吧 还有这些老的店铺 卖一些红色的商喜字 还有这条路也多人 那会不会弄好之后 变成一个皇帝呢 那不得而知 我们先来探一步 其实社交媒体看到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老字号 喝当地一些 我都不知是什么麻茶王 我猜是凉茶吧 但是现在关门大吉 还有这些包心仕肚的店铺 不过在做生意应该好一半了吧 哇 那条鱼翅 又或者还有这些 这个叫容师傅的面包店 看上去多孤狗 话说上星期我问过中山的 在那里我都见到有很多骑楼 原来在管城 这一道叫余和平路 都有很多骑楼 那些建筑物都很民国风的 至于我要吃饭的地方 还有300米就到了 有这些佛具 又有体育用品 百货店 全部都是骑楼 而且他们还有生意做 不是说雕空荒废 好像我第一个环节 去到石龙那种感觉 但是道路就比较合习 当然汽车就难走一些 你看这间屋还多久 对不对 还是鸦片屋的 那我想应该在这里 可以找到有一些 本地老味道的感觉 哇 真是旧了 旧了旧了 有一种去到江门 即是拍那个 那个 那个剧集那条街那里 那个狂飙剧集那条街那里 那种感觉 甚至乎我觉得 这里好像更古旧一些 那我现在走这条路 叫唯新路 那我先头不是说过 在影片最初的时候不是说过的 东莞这里 都很多中山路 中山东路 等着我们去到那里 都是叫中山路 在前面往左转 这条街又多了 全部都是卖佛具的 一应俱全 真的什么都有 前面我们就看到了 写着 北渔中山路 应该没读错了 这种特别有风味 说一下 说一下花了多少钱 这个是上比奶 下比奶已经卖完了 收了20元的 就是这个 试一块烧鵝 它皮一样是那么脆的 可能他们是打算做奶粉 有汤的嘛 所以皮是特别脆的 下面的油脂 不算太多 比我们早几天吃到的 就干身一点 如果整份烧鵝里面最肥 应该就是这个部位 有肉香味的 挺好吃的 东莞人做烧鵝 就是五种不动 另外不得不提 它的汤底是清汤底 有少少像我们回到广州 吃到的鱼蛋粉 那些汤底 清汤 粉也是爽口的 汤底是有味的 就不是完全寡淡那种 试一下这一块 可惜我只有一个人来 如果跟老婆来说 绝对应该最正确的吃法 就是要一碟烧鵝 吃不完打包 对不对 我一个人没有办法 这样的出品 这样的价钱真的不贵 另外烧鵝皮 其实是它最值得欣赏的地方 吃起来有少少像 吃着猪油渣那种感觉 即使浸过汤 也不是很软 很软 果然是不错 其实我来这间鵝酒店 是在社交媒体 这里是很近 我刚刚去到那个 新光明市场 很古人 它会不会是因为 这里要做一些文化街区 所以把市场搬去那边 我估计的 这边 其实还有很多店铺已经关门了 看起来都是老店 接下来少少少辣椒油 试试什么味 冬盘的辣椒酱好像 没有什么特别 受人追捧那种感觉 不要管 试试 很香 是辣椒的香味 我快点出去吃 吃完之后 拿回车 接着去地铁站附近走 我会选一个 有大商场附近的地铁站 吃完再饱 好了 我吃饱饱 大家看上去的一点 份量刚刚好 又不会吃到很饱 不够吃的话 再加 对不对 价钱也不算太贵 还有我最喜欢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坐在 骑楼底吃的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 真的千金难买 你不需要很豪华的装修 装修得很漂亮的 太像网红店 通常我们去找餐厅都是这样 大家应该知道 应该都留意得到 我尽量会避免那些 装修得很奇怪 反而这些骑楼 坐得越辛苦 越好吃 至于烧鵝 我真的没得谈 奶粉 我其实喜欢这一款 类似清湯底这种 我不喜欢有药材味 大家有不同口味 接下来我拿回车 然后再过去和大家看看地铁站 出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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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北远 我又来到奇峰山公园 我来到这里的目的 并不是走公园 我想去看看东莞的地铁是如何 在这里附近 亦是一个地铁站 那个铁名叫奇峰山站 在这里原来 都有很多好酒店 比如这个 就是这个 东莞奇峰山拍二万酒店 好东西 如果我要订今晚的房间 大床房 668 大家看到价钱 是好东西 如果去到最贵 商床房 没有早餐 796 大概都是这个价钱 700多元左右 至于地铁站 应该就在我左前方 没错 就在这里 大家都看到极远方 还有一栋很高的高楼大厦 知那里是什么 我是不知道 我们去看看地铁先 或者会坐一两个站 不奇怪 看看东莞的地铁 跟广州地铁是否有一样 那么多人 跟大多数地铁一样 他们都是会用自助售票机 那么我会用自助售票机 那么就看到了 2元一张 而且呢 都是跟其他地铁一样 是可以用微信 职业库宝 研金 那么我就选择 职业库宝 看上去都很方便 而且不算太多人了 我不知道这个站 算不算得上是最旺常的站 不得不提 东莞地铁其实原来 已经有两条路了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2号线 和其他城市 大多数城市的地铁一样 都是可以用支付宝或者微信出行的 只要按领取就可以了 领取是不需要任何废认的 嗯 那么不得不提就是 在这里呢 是可以坐到去 东莞火车站 另外一个方向呢 是可以去到 虎门火车站的 那么如果想回来这里 游玩的话 其实有几个办法的 那么你当然是 港深港高铁 即是说香港 港广州深圳高铁 坐到虎门火车站 坐地铁一路来到 祁峰公园 刚才我还说了 祁峰山公园 然后呢 另一个方向 你可以在 广州东站 即是说东莞火车站 那里 广深铁路 一路坐到这里 都是可以的 那么地铁里面呢 这些公共给你坐的 椅子也是齐全 冷气也是很旧的 那么 祁峰公园站 那么在这里呢 还可以去到很多地方 不过这里附近 有一个大商场 但是这里没有写到 那么我们等一部车 上完车之后 坐一个站 看看车厢里面是什么情景 然后呢 就出回站 原来地铁站里面呢 都是有粤语的广播 广东话的广播的 我看见 它的列车间隔也挺长的 实实 不如四分钟就是摘下来这一班 如果再下一班 就要十二分钟 地铁并不是东莞市民出行 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对面有车 既然我也是来感受一下 去哪里 其实没什么所谓的 我又入车厢看看 究竟和广州那些地铁 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一面是哪里 有什么新铁兹 在现在市民出行 哪里 有什么世界 你这个东西 有什么世界 书都没有像 你这一面是不想把 这样的一面是 我最喜欢 在这里 西方 我们也有一is 我们要是来 我最喜欢 没有 请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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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么快就坐了一个站 它的站不太长 或是这个站不太长 车里面也有多人 比我想象中多 看得出有很多人都是拿着行李 他们可能会坐火车经过 这样坐地铁 车速还算可以 不算太慢 正常那种 但真的没有广州那些 广州那些叫狠 我便坐回头车 回到先头旗峰站 旗峰公园站 下一趟车是6分钟 与此同时 我亦看到地铁站里面 是有洗手间的 这里真的值得给一个拉 它的运营时间 都是由早上6分钟 手班车往虎门火车站方向 抹班车便做到夜晚 10分钟 如果是非工作日 10分钟 都是正常的时间 原来他们最终 还是想开到深圳那边 应该是 因为东莞的火车站 其实真的很多 所以有很多地铁站 都是连通火车站 比如这个 这个 这个 又或者这个 足足有三个火车站 甚至乎 一号线有部分 还在收建中 至于最后 会否到深圳 都不足为奇 即使不去到 都会去到很近的方向 甚至有一种绝法 最终会去到广州 是的 其实就好像我刚刚去到石龙那里 其实我正如影片刚刚才所说 它也是很接近东莞 博罗和广州增城 广州增城已经有地铁 其实要在路面收地铁 其实不是太难的一件事情 最终开通了 就可以坐地铁去广州 哇 真是刺激 就正如好像以前 我们慢慢都想不到 还可以坐地铁去到增城 虽然远 但起码可以去到 甚至乎最终会去到中山 好了 一天的东莞之旅 也都差不多要结束了 我也是时候驾车回广州 驾车回广州 也是大塞车的了 今天走了东莞 应该算是北边这几个地方 都会有吃到东莞奶粉 真的好吃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做法 又或者一些新菜式 比如我今早吃的那些 其实都挺全量的 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很多 我未试验到 始终胃容量有限 东莞这些煲仔饭也好 因为东莞辣腸其实都很好吃 没办法 只能留待下次 至于你说 会不会去其他地方 过多几夜 其实应该不会 都只会是一日游 都是匆匆 而果 东莞现在多了很多东莞 我也是时候 去拿回广州 各位观众 下期再见 拜拜 1 2 3 2 3 3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